那么画画呢 作为一型养性呢 很多人也把它作为一种业余爱好 不过呢 接下来的这个陈学文的 艺术学院当中呢 我们去看到很多 非常认真学画的学生 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听呢 陈学文先生呢 分享了他经营的多学科 艺术学院的经验 一起来看一下 定居在多伦多的陈学文 在中国是美术学院的教授 在这里他拥有一家 画院既是自己的画室 也是培养学生的教室 画院不大 可主人的名气却不小 陈学文在中国画坛 以喷画著称 这种原本用于商业广告画的技法 在陈学文的提升创新下 引入了绘画艺术的 审美创造当中 韵笔喷洒间色彩层次 柔美精妙 形象塑造 自然真实 难怪中国美术界称他为 中国喷画第一人 他的作品曾多次出国展览并获奖 八年前移民加拿大 是陈学文夫妇为了孩子 做出的决定 首先是为了孩子教育 我也为了孩子教育 这是主要目的 对于我来说 在国内当时已经很不错了 就各种光环已经都有 我从来不为温宝尔画 就画画是留意自己看的 就是说自己 因为创作的东西 是不能受很多条件的约束的 这是陈学文给自己定的作画规矩 但是如果只是躲在 艺术的象牙塔里 依靠积蓄生活 也不是陈学文在加拿大 为意而谋的方式 教学是很多画家移民后 选择的谋生之路 这个行业竞争不小 我第一个优势 主要我在学校 毕业以后就留在学校 始终于从事教学工作 这是一个最大最大优势 那么说过来就是 就等于说是教育家来办教育 画的时候多少要离远点看 不能这样画 要这样看 要经常去观察 作为一名已有三十多年经验的 美术院校教授 陈学文把中国和北美的教学方法 做了有机结合 现在这个国内的教学呢 就是比较注重这个写实这个部分 写实部分 就是这个北美的这个教学呢 主要开发学生的这个 这个想象力和创造力 这是它俩的 有一个截然不同的这个关系 但是呢 你要是有创造力 想创造一个东西 你没有写实功夫也不行的 所以说这边就做了一个户部 基本有三个单词可以概括这个 比如说 Seeing 怎么去看 怎么看东西 再说drawing 怎么去画 用什么材料去画 再making 怎么去做 怎么去想 怎么创造 在这里学画画的学生 大多是有意报考艺术院校的 陈学文为每个学生 都设计有一套教学方案 尽量提供多种类的课程 还自己制作教具 让学生联谋或写生 其中人像模特写生课 是这家画院最大特色 现在多少有一点点胖 这个多少有一点点 稍微瘦一点点 如今陈学文已是逃离满天下 画院平均每年有二十多个学生 升入理想的大学 有的还拿到奖学金 陈学文每每谈起这些学生 欣慰之情 抑郁言表 这些学院很强的 他的OCD每面试 对 今天考大学 每天早上八点进入画院 是陈学文早已养成的习惯 在这里他既坚持自己的艺术创作 更希望打造一间正规的多元美术学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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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